对了四哥 你跟东盛的合作 就不再考虑一下吗 考虑什么 比如说 考虑一下我 咣当一声 叉子掉进盘子里的东角 喂 个小东西 能不能安安生生的吃你的早餐 大人说话别捣乱 笑意缓缓的看到他脸上 嘴角忽然牵起一丝 不怀好意的笑容 陆婷秋心里猛地打了个凸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笑意一转过头就冲立桓安撒娇 四爷 不好吃 不想吃 你想吃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吃 没有胃口 除非 四爷喂我 过来 说话间 立桓安将椅子往后边挪了挪 笑意马上坐到他腿上去 立桓安从后面环抱着他 将他座位前的早餐拿了过来 切下一小块 喂给了他 嗯 好吃 又觉得好吃了 嗯 四爷喂的好吃 笑意把没皮没脸的本事 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了 这简直就是成敦的狗粮啊 陆婷秋被塞了满嘴 连面前的早餐都觉得不香了 他试图将话题给拉回来 东生最近出了点麻烦 不是我做的 他们被对家给盯上了 要是你再和东生合作的话 万一 四爷 我要吃荷包蛋 笑意横插一句话进来 轻松地就将陆婷秋的声音 给当中拦住了 偏偏立桓安半句话都没说 也没有要斥责他的意思 还真切了一块荷包蛋喂给他 这宠的 上天了呢 还想吃什么 丸子 吃肉丸子 好 李婷安将丸子分成了两半 亲自喂到他嘴里 看得陆婷秋是目瞪口呆 那颗丸子才多大呀 他可是亲眼见过萧依依 吞过一整颗桃子的人 那嘴巴张得可老大了 这怎么还怕得噎着 一顿早饭是被秀了一脸的恩爱 但凡是陆婷秋要说的公事 绝对会被那个小东西给打断 他算是明白了 他就是故意的 这小丫头报复心还挺重的 四哥 你真是该管管你老婆了 再这么管下去 小心地上方接瓦 你以为他没接过 也是 的确他能干出这事来 第二天他起晚了 小兰虫 该起了 他闭着眼睛 习惯地往他的怀抱里钻 真好 做梦还能梦见四爷 眼睛睁开 看来我对四爷的思念 都已经融入到骨子里了 眼里心里呼吸里 全部都是他 你是越来越皮了 小医愣了愣 伸手摸了摸男人的腰身 这手感 不是梦啊 四爷 您怎么没去公司啊 有点私事 没去 哦 那我现在就起床 四爷 你等着我一块吃早餐啊 然而这种开心 也就维持到早餐结束 什么 去小家 回门 是回的哪门子的门啊 我就算是要回门 也是要回爷爷那里的 回宵家干什么 给自己添堵吗 爷爷吩咐的 我就不去 你若不喜欢 吃了饭就回来 吃午饭还是晚饭啊 还是两顿都要在宵家吃 晚饭 吃了便会 那我要在家里面 吃点东西再走 要不然我在那边 会吃不下的 你这小气象 看来这辈子都改不了了 不改就不改 反正我有四爷宠着 他何止是越来越皮啊 也越来越无赖了好吧 萧毅在家里赖了一整天 赖到天都黑了 被李怀安给拎出门去了 萧家一早就得到消息 说李怀安要来 全家人严阵以待地等待着 可从早上等到了晚上 却只等来了萧燕玲和萧清兰 哎呀 明流 怎么这个时间还没回来 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味 能出什么意味 我是说 我怕我说了你会不高兴 义义一直都不喜欢我们 会不会他闹起脾气不来 四爷就依着他了 老爷子亲自吩咐他 就算是李怀安 也必须给你分面子 说来也够了憋屈的 他这个老丈人 却从来不被女婿尊重 不 平时连见个面都难 何来什么尊重不尊重的 以他的身份 要去盛景建立怀安 都得预约 这次回门是个机会 能够近距离地谈话 说什么他也要使 这个老丈人的权利 不管怎么说 合作得拿下几个 来了来了 姐夫来了 两辆黑色轿车 缓缓从大门口开进来 前面的那辆轿车 下来的是四爷身边的 红人薄木 他将后座的车门打开 等着四爷和夫人出来 后面的车上 堆了满满一车的礼物 来了 楼上听见动静的萧燕灵 从房间里面出来了 我处理了些公事 没听到你们来 听说大哥最近又拿下两家跨国公司的合作 事务忙些 我能理解 和你比起来 还差得远 盛景旗下的每张品牌一直没有找到合作商 大哥有意想的话 不如谈谈 萧燕灵 下意识地看向了萧易 接收到眼神 萧易赶紧摆摆手 表明绝对不是自己吹的耳旁风 能和盛景合作 固然是好 你给我开个后门 我总不能真就靠后门那合作 该有的程序 一样也不能少 自然 萧明流 信头好像耿了一口老血 萧燕灵的香水品牌 并不在萧市旗下 当初她问老爷子 要了一笔资金 自己创业去了 谁都不看好她 那承想 DN香水 居然做成了市场上 首屈一指的奢侈品品牌 颇受女性的青睐 然而她的公司 从法人到控股 甚至到总裁 都把控在她一人手中 夏老爷子早就发过话 谁也不准去插手一心半点 萧明流这些年来 没少股东萧燕灵 领一些股份给她 软的硬的都用了 偏偏这小子就是油盐不浅 怎么你们一见面就谈公事 今天是家宴 都随意些 先吃饭吧 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 还留了些食材 因为不知道 四爷的口味如何 等着易奕过来 亲自下厨呢 上次你在萧家露的那一手 屈一很吃惊 也很惊喜 我尝过味道 比我想象中的好吃 这几天啊 就一直想着 你要是方便的话 我带你去厨房 叫我做好吗 不方便 客厅里突然安静了 谁也没想到 萧易奕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 我们都不知道四爷的口味 就只有你清楚 易奕 不要任性 做两个菜吧 这哪里是让他做菜吗 分明就是通过他 想探一探四爷的口味 是给他女儿探的 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萧芷晴 没道理丽环安来了 他都不出现 必定是憋着大招 准备惊艳出场呢 我不会做菜 你怎么不会呢 手艺可比我好多了 酒店里买的 当然比你的手艺好咯 难道你拿酒店里买的 去讨好老爷子